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在讲二战的时候 日本特辑那里边 我提到一个黄昏屯事件 然后有网友就在底下留言 说黄昏屯事件是苏联人干的 这事我真是说实在的 头一回听说 然后我就开始查 有谱没谱 是不是空穴来风 一查 这是一个流传很久的谣言 而且这特别逗 这个谣言的起源 还是俩俄国人 他们写的那会儿苏联解体 俄国盛行那个方案的时候 他们编了这么一个段子 说那是苏联人干的 然后说实在的 就这个东西被编出来之后 日本右翼分子如获至宝 曝天就是替我们 这个澄清历史问题 就把这东西弄到手 一看 连日本右翼分子都不相信 这太假了 这玩意弄出去之后一笑大方 被人乐 所以就这种历史谣言 特别多 好多都说的有鼻子有眼 看着还倍儿有意思 最近在网上传的更狂的一个 说1946年 中国军队为了收复外蒙古 派出百万大军 跟外蒙古血战 然后苏联什么三个方面军 都干不过中国军队 这就简直都太好笑了 苏联的三个方面军灭日本关东军跟玩似的 中国军队当时的装备水平跟日本关东军能比吗 你接受美械装备的那些个只有驻印军 别的部队根本都到不了 就你这种连日本关东军都不如的装备水平 能跟苏联远东方面军作战 这不是开玩笑吗 所以很多这个谣言 其实都不值得一搏 这个鉴别这种历史谣言 是历史爱好者的基本功 教大家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钓鱼铁 排除钓鱼铁 你看这个帖子里有没有明显的问题 他有的人就是抛出来钓鱼的 然后你一转就证明你是个沙雕 他就是起这么个作用 他没别的作用 你比如刚才说的血战外蒙古 打仗的日期是1946年2月29号 你查1946年有2月29号 还有最著名的931海战 这都有人信 9月有31号 你是生活在地球上 931海战 所以这是一个间谍谣言的办法 第二个办法就是看来源 那种什么标题党 震惊体 下尿体 不是谣言 也是断章取义 歪曲事实 就你得看他来源是哪 什么新浪军事 搜狐历史 这都不是说真的是一手的来源 然后前些日子也是朋友圈里转一篇文章 巴黎圣武院刚被烧了之后 就转了一篇文章 其实就是一个专门造谣的人 他写了一篇文章 说巴黎圣武院被烧了 慕尼黑圣彼得大教堂 被穆斯林恐怖分子炸了 着火了 德国的全世界的主流媒体都不报道 当时我都信以为真 然后他因为他底下 发了好多截图 跟真的似的 你也不知道他这是从哪截来的图 是不是这个教堂被炸 后来我就问我在德国的朋友 我说慕尼黑那大教堂 圣彼得大教堂被炸有这事吗 那教堂我就去过 我挺喜欢那教堂的 被炸有这事吗 没这事 我明白了 为什么主流媒体都不报道 因为没这事 他当然不报道了 这等于都是从哪道听途说来的 所以第二个就是你要注意 他这个信息的来源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交叉对比 你这个消息最好是有两个以上的独立来源 我们过去学历史都讲 孤正独立 就一个人说 这不能信 孤正不予采信 孤正独立 最好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独立来源 而且最好是一级二级来源 什么叫这个一级二级来源 一级来源就是文献 二级来源是对这一级来源的摘要整理和评判 三级来源就是这个总结归纳 这说起来很玄乎 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 杨家将 咱说杨家将的历史是不是真的 那么杨家将的历史是不是真的 怎么样的东西算一级史料来源 就是杨家将时代的人 杨家将军中的人 杨家将自己 他留下来的文字资料 这叫一级来源 也叫一手史料 那什么叫二级来源 或者二手史料呢 就是跟杨家将同时代的人 但是没跟杨家将有过交集 你比如说欧阳修 欧阳修说 我认识杨令公 我听说杨令公的孙子杨文广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在狄青将军手下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写的东西就属于二级来源了 因为他没在意杨家将军中 他也没跟杨文广共过事 他都是听别人讲的 或者从别的书上看过来的 他写的这就属于二级来源 那什么叫三级来源呢 那三级来源就是后人的记载了 你比如说宋史 那就属于三级来源 宋史是元朝人编的 是整理了以上史料之后编出来的东西 所以这就属于三级来源 因此这个学历史也好 研究历史也好 对吧 就你对历史感兴趣的人 不要一看到有这个对你脾气 对你胃口的这种史料 就开始兴奋 就开始这个每一个毛孔都炸开 然后就不顾一切就疯狂的转 必须要学会面对这个谣言 要交叉比对 当然这个东西得慢慢练 这个东西得慢慢练 总之就是一点 遇事先冷静 要淡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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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